這裡是港島南區大潭灣 一般人只知道是豪宅洪山半島的所在 但原來一水之隔的東亞貝 隱藏了一個不為人知的豪宅村 傳真社發現這裡是政府官地 在2004年更被滑入大潭及石澳海岸保護區 住的人有前高官和商人 他們佔用官地已超過30年 將廢棄的寮屋改建和擴建成8座獨立屋 有單層也有複式 有水、有電、有互聯網 優氣設施齊全 這個落手落腳修緝碼頭的男人 在東亞貝村一住就住了30多年 傳真社透過多個途徑證實他是 勞公署前助理署長麥世耀 麥世耀拒絕透露自己是否已經登記的 的寮屋居民 但他就承認當年買入寮屋後 間屋由材料去到窗戶都改動過 但強調並不是擴建 只是改善間屋的設施 傳真社掌握的政府圖則 就和這位前高官說自己從來沒有改建過了屋 有很大出入 70年代的地政圖則顯示了 當時東亞貝村建築物的分佈情況 和81年也是麥世耀搬入東亞貝那年的高空圖相約 麥世耀的御所當時仍然是豬屋 不過82年的高空圖就顯示 東亞貝村的面貌有很大變化 間駐屋已經被擴建成一再佔地廣闊的大宅 也和88年的地政圖吻合 透過圖則我們又看到麥世耀不單改建了屋 在1993至2003年這十年間 他預所對出的海岸線明顯收窄 相信是進行過削波工程 岸邊建了至少一個碼頭和一座燒烤牆 麥世耀聲稱自己並沒有違法 現時東亞貝村的官地上建了8座豪宅 總計樓面面積連同私人碼頭等設施 超過8萬9千平方尺 一水資格的紅山半島 其中一棟向海的獨立屋 現時尺價3萬4千元 選擇進佔東亞貝的除了麥世耀之外 還有中國探險學會 這個會由探險家黃孝文創辦 他已發現長江新源頭而飛升國際 曾經入選時代雜誌的亞洲英雄 眾談會的網頁指 東亞貝有4座獨立屋 是學會的大談研究中心 全真社憑地政處多份圖則 加上記者實地觀察 發現這裏由1999年去到2013年間 先後增建了陽台、秀龍和玻璃屋 而對出就起碼頭 東亞貝村的住戶不少都在市區擁有物業 以麥世耀為例 他在八、九十年代曾經在杏花村 先後持有多個物業 現時仍然持有北角一個住宅單位 09年的臨時買賣合約 也都以東亞貝村為登記地址 這張兩年前在社交網站上載的圖片 就拍到住戶曾文進的住宅外 有人在海邊鏟走岩石起碼頭 方便快艇出入 而他現時在西貢和港島區 持有至少4個物業和多間公司的股份 另一名男住戶叫盧文德 我們想請他回應 但他一見到採訪隊 反應激烈 以私人地方為理由驅趕記者 政府在1976年和1982年 曾經為全港寮屋登記而變管制 並協助寮屋屋居民上樓 不過根據實地視察 東亞貝現時的房屋 只有兩家曾經在1976年登記 現行的寮屋政策 寮屋如果要擴建或者改變用途 必須先得到地政總署的批准 否則就是違法 地政總署不肯提供東亞貝 遼屋居民的登記資料 一名匿名接受全真社訪問的地政總署官員 批評當局對東亞貝居民佔用官地的情況束手無策 全真社就東亞貝村 涉嫌佔用官地事件向多個政府部門查詢 最終地政總署在19日後回覆 指東亞貝村多個建築物軍圍已登記的寮屋 但個別登記寮屋懷疑有違規擴建 又確認有道頭位於政府土地 但未能指出是否公共設施 改正總署在議院下決定 欣賞 改正總署 我需要使用 賞 平安 衡 平安 職 歸 condu